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轻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六百一书五集 在杜赵辉面前的夏小兰是什么样呢? 因为天气冷 夏小兰穿着厚厚的鸭绒服 深色的羽绒服耐脏 她身上这件就是深蓝色的 这颜色在眼下的华国随处可见 好多宫装都是这颜色 建筑工人穿这个颜色 国家干部也穿这个颜色 到处都是工农蓝色 杜赵辉在鹏城间 在阳城间 到了京城 依旧是这样 她对这样沉闷的颜色 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 但抬头一瞧见夏小兰 杜赵辉就知道自己错 深蓝色一点都不沉闷 得看穿在谁身上 夏小兰也没刻意打扮 头发涂方便 扎了个马尾 最近复习任务重 再加上各种乱七八糟事打搅 夏小兰的状态着实算不上多好 黑眼圈就那样明晃晃地挂着呢 但她年轻啊 也确实是老天爷赏饭吃 胶原蛋白饱满 皮肤白 五官也长得好 杜赵辉 眼神多么毒辣呀 夏小兰穿着厚衣服 她还能看出衣服下我辣的身材 多一分少一分都不合适 现在就刚刚好 风流妩媚是本身的 不是化妆打扮堆出来 不是什么书呆子 不是什么魁梧的女汉子 夏小兰和杜赵辉想象中 没有半点相像 她怎么可能是夏大军的女儿啊 夏大军长成那样的人 能生出她这样的女儿吗 校领导说 这就是夏小兰 杜赵辉还有点不相信 夏小兰啊 你爸爸是叫夏大军对不对 夏小兰一进门 没瞧见刘天权 反而是个陌生的年轻人 穿得很气派 整个办公室就她最符合 港商的形象 当然 不是大富贫贫的港商本人 是港商家的儿子 夏小兰对杜赵辉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种打扮骚包的男人 他见过一定会记得 正狐疑呢 这富商张口就提夏大军 夏小兰想几个笑脸也不容易 你好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这就承认 夏大军是她罢了 夏小兰本不想承认 可那有什么办法呢 血缘上 夏大军就是她亲生父亲 就算她厌恶那个男人 于笑家暴 不为老婆和女儿考虑 就算刘芬和夏大军都离婚了 可对方的身份 依然是她父亲 就像莫名多了个前人 叫王建华 这些远主的社会关系 夏小兰想置之不理 却没办法彻底断绝干净 这不 夏大军都失踪了快一年 冷不防地又出现在她的世界里 当着笑领导的面 夏小兰真的不想再讲一遍家里的事 外人可能理解不了 觉得就算离婚 那也是夏大军和刘芬的事 怎么能影响到和女儿的关系呢 却不知道 夏小兰本身就换了心子 也没有和夏大军培养出任何妇女感情 这个人带给她的感知全是负面的 夏小兰能真情实义地 把刘芬当亲妈 把刘勇当舅舅 夏大军的话 还是太抱歉 她做不到 她语气里的疏离 杜兆辉岂会听不出来 杜大少爷定了定神 决定和夏小兰好好谈一谈 如果夏小兰长得五大三粗 杜兆辉肯定公事公办 传达下自己的想法就走 可夏小兰的样貌实在出乎杜兆辉的想象 本来有九十分的美貌 因想象和现实的差距太大 也给硬生生扩大到了一百分 如果要让杜兆辉给夏小兰打分 先天美貌九十分是没问题的 扣得十分时 后天的打扮太不走心 素颜九十分的夏小兰 值得杜大少爷耐心对待 对夏大军 有消极抵抗的情绪可不行 还怎么能去香港 各位领导 我想跟夏小兰同学单独谈一下 他爸爸呢 有些话让我带给他 你们看方不方便呢 别人家的事还真不好听 大白天的 也不怕杜兆辉有啥不轨举动 那就谈呗 看在捐款的份上 还把办公室让给杜兆辉了 夏同学 下午还有课吧 谈完了 早点回去上课 系主任走之前 还说了句 也是帮着夏小兰的 杜兆辉把跟班都叫了出去 包括向导 和夏小兰单独 待在一个小空间 杜大少爷还挺不自在 办公室没窗帘 外面也能瞧见屋里的情况 杜兆辉斩着开口 是这样的 你爸爸下大军之前一直在替我工作 现在他受伤了 在香港治疗修养 他呢 希望见你一面 他是因为工作受的伤 后续的治疗费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全部承担 包括他以后的生活 还有啊 集团还有些员工福利 可以让你到香港那边去生活 还可以帮你办理香港的身份 没见面之前 杜兆辉是信心满满的 见面之后 他说这些福利时 态度端正了不少 因为夏小兰 长得太好看 香港人可能不承认 内地大学的学历 香港人却能承认 夏小兰的美貌 长得这么祸水 想去香港生活的话 参加一下香港小姐选美 就能出道 电视台会抢着和夏小兰签约 靠着这张脸 哪怕没有演戏的天赋 也能混个电视剧女主角等等 拍完电视 演电影 然后就是拍广告 招一招手 有很多富豪愿意排队 当入幕之兵 杜兆辉脑子里 都能替夏小兰规划 去香港的生活了 人家不必靠她 她自然说话要客气点 任何年轻的雄性 在漂亮的女孩面前 都会变得礼貌又谦逊 如果有粗鲁不堪的 不是同性恋 就是脑子进水了 试图以特立独行 引起注意 杜大少爷认为 自己足够谦逊有理了 夏小兰却皱眉 对不起 我想你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和生父关系并不好 我不可能去香港见她 也没有将来 去香港生活的打算 谢谢你的好意 夏小兰连杜兆辉的 来历都懒得问 她和夏大军 一点感情都没有 现在怎么可能 去照顾夏大军 总不能以前享受 夏大军慈父之心的人 是夏紫玉 现在需要照顾了 就叫夏小兰去吧 什么香港生活 香港的永居权啊 这些东西对夏小兰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她十分认真补充 其实 她还有一个亲侄女 也在京城 两人的感情 比父女还深厚 要不 你去问一问她 夏紫玉 也不见得会去 香港身份 吸引力再大 也抵不过 王建华的分量吧 夏小兰都理解不了 只能说 夏紫玉对王建华是真爱 补习班的麻烦 都愿意替王建华挨处分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